大家好,我們今天第一堂試算表的課堂 我們有兩個學習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清楚試算表有甚麼用途 第二個就是我們需要知道不同儲存格參照的特性 稍後我們會說究竟甚麼是儲存格參照 首先我們去到試算表的功能 其實試算表裏面的功能有很多 主要有提供了一些運算 例如加,減,乘,除,這些 亦都可以做到一些統計 譬如你入了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我有多少個同學是90分 多少同學是不合格等等 然後亦都可以做到一些圖表 圖表方面,譬如棒形圖、節線圖等等 這些我們在初衷的時候都學過了 當然我們知道這三個功能之下 我們就要想一下,究竟它可以用來做到甚麼呢 在現實生活裏面我們可以做到甚麼呢 所有凡親是要一些運算的工作呢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試算表去處理的 而那些運算的工作呢,留意是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些重複性是高的 譬如我叫你計算一萬乘一億 一次而已 其實這個我們用計算機好過用試算表的 因為那個重複不在 好了,如果譬如說不是 現在有印象的話,大家看到我平時入分的時候會有個Excel表 Excel表裏面會把同學的分 計算出來 這些不是計算一個同學 是計算同一個方法 是計算很多同學底下 這個我們就適合用在試算表 所以同學留意 我們的動作 應該是一些重複性高的 的運算 當然了,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會做一些統計 譬如可能小時候會做一些統計圖 又或者是因為我們統計了資料 在我們第一課學了 我們輸入了資料 然後我們想一個容易認識的方法 或者容易明白的方法 我們就會用圖表去顯示 譬如一些 可能是節線圖 等等 譬如我登記 究竟 Isis 去電腦科各次測驗的成績 看到,然後全部進入 可能我進入的分數沒什麼意義 10分,20分,5分,6分 如果我放了圖表之後 我看到原來的分數是不斷上升的 而分數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可以很容易讓我們 知道了究竟怎樣 容易去了解到 數字代表什麼 最後剛才說了 做一些統計 通常我們統計會和圖表 是在一起的 即是我們做完的統計 只是用一些另外的形式 譬如用圖表的形式去做 在書裏面有很多例子 譬如會計的報表 財務報表等等 這些你都可以在網上搜尋 看看究竟是什麼 當然在我們 容易接觸到的 在我們學生時代的最見到 就是我們的分表 我們的分子 但留意一件事 因為我們試算表其實是一格格的 所以如果你的格式要做到很漂亮的話 我們就未必處理到 很多時候 譬如說成績表等等 這些我們就會用 文書處理軟件 多於用試算表 所以我們通常做法就是 我們首先把文書處理表 文書處理器 應該用試算表計算分 或者用某些系統計算分 然後就在 成績表 在文書處理表上顯示出來 這個 就是我們第一部分 究竟試算表有什麼用 記住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運算 統計 圖表 每逢某些情況和關係這三樣東西 我們都能夠用到 試算表 好了 接著我們就要講 今天第二個 很重要 亦都在我們試算表來說 在公開試整天都會問的 一件事叫做儲存格參照 好了 什麼為之參照呢 其實 我在講的 就是 我們平時如果大家記得初中的時候 我們學Excel 如果輸入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叫做 A1 B13 就是在說儲存格 我們用這個去代表哪一格 我們Excel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就是 我們的 很多一格格 然後 旁邊 就是一些數字 上面 就是一些英文字母 比如說A1的意思 就是代表 我講這一格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這些 儲存格的 地址 去講一個位置 例如B13 可能是B這行的 第13格 就是這一格 好了 這些我們就叫普通的地址 但問題 有什麼不同的參照呢 大家留意 我們總共 就會有三款的參照 而我先講的兩款是比較常用的 第一款 我們就叫做 相對的 相對的儲存格參照 第二款 我們就叫做 絕對的 絕對的儲存格參照 第三款 我們就叫做 混合 好了 首先讓我說什麼叫相對呢 剛才我舉的例子 A1 B12 C8 這些就叫做相對的儲存格 暫時記得這個名字 什麼叫絕對呀 絕對的意思其實就是 我們英文字 和 數字之前 要加個錢 逢親看到這些 兩個都有錢 有錢的 有錢用 這個呢 我們就叫做絕對儲存格 好了 但是 有哪些 什麼叫混合呀 混合意思就是 如果英文沒有 錢 數字要有錢 調轉 如果英文有錢 數字不用有錢 這些就叫做混合 我期望同學 首先了解了這三個不同的名字 相對的儲存格 參照 就是這樣的 沒有錢在 英文字 加上數字 絕對的話 英文字和數字 之前都會有一個 錢在 混合的意思是英文字 或者數字 隨便一個有 不可以兩個都一起有 好了 我們就要留 知道了這件事有什麼特別呢 好了 我們就來看看 好了 譬如我們有個試算表 A B C 1 2 3 好了 假設我們有這個試算表 如果我在A1裡面輸入 等於 B3 如果B3寫著 Hello的話 理論上如果這個情況下 我A1 都會顯示 Hello 因為他在說 我A1 的內容 是顯示 B3 B3現在是什麼 是Hello 所以正常 A1 我會顯示了Hello 這裏也沒有問題 無論你是淺B 淺B 或者B淺3 都沒有關係 好了 但我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說了 我們的試算表 是做一些重複的動作 所以譬如說 如果我把A1 這個顏色 B 等於B3 抄過去 複製過去 A2 A2 究竟當時 會見到什麼呢 這個就是重點 留意多一次 剛才我講的就是 正常 A1 設定了一條式 就叫做 等於B3 提一提 同學 所有公式 在我們試算表的 所有公式 所有公式 都必須要 或者是所有計算 公式或者計算 必須都要用 等於開始 所以你見到是等於B3 我在 A 我在A1 我在A1 打等於B3 到其實 我一Enter的時候 A1就會見到 Hello這個字 因為我B3出現Hello 好了 但問題就是 如果我 將A1 複製 上面這條式 複製過去的時候 又會怎樣呢 同學留意 記住了 原來 當我複製過去的時候 A2 那條式 就由 B3 變成了 B4 因為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記得 我們現在說的是一個相對的 儲存壓參照 當我A1 當時輸入B3的時候 等於我走了一格 然後走進去三步 其實是在說這件事 B3不是真的地址 等於我住在劉偉倫隔離屋 問題就是 劉偉倫隔離屋 不會是劉偉倫搬屋 我跟著一起搬 地址已經不同了 可能我們之前住日東 現在變了住富東 所以留意當如果我們A1 條式是B3的時候 我只是在告訴別人 我要A1相對B3 就是移過了一格再下三步 如果我將這個 抄下去A2 會怎樣做呢 即現在我在這個位 我在這個位 移一格 照移一格 都是去了B 然後移三步 那我們數一下 就說了 1 2 3 你就會發覺 當如果我將等於B3 抄下去 由A1抄下去A2的時候 我就會變成B4 因為這是相對的地址 好了 如果我將A1這條式 B3抄去 B1又怎樣 同樣道理 首先 A1我去B3是移橫一格的 現在我是B1 B1吞橫一格在這裏 然後下三步 1 1 2 3 你會發覺 B1的顏色 就會出了是C3 同學這刻 我想你試一下 用你們的Excel 去驗證一下這個 看一看情況 這個我們就叫做 相對的 參照 同學去到這刻 你可以 可以按一按 播放停這個按鍵 然後去驗證這個按鍵 剛才這一版 剛才這一版 就這樣寫 A1 B1 B2 如此類推 好了 有相對 剛才說了 有一個叫做 絕對 絕對 絕對又怎樣 這樣 好了 我們又有個表 這裡又有英文字 英文字 1 2 3 這樣 好了 如果現在A1條式 是等於B3 A1條式是等於B3 是等於B3 如果我將它 A1條式不是等於B3 是等於 淺B 淺3 那又會有些什麼情況發生呢 這個情況就等於 我Excel 告訴你 我現在住在 富東 甚麼村 甚麼樓 甚麼座 甚麼室 基本上 無論 劉偉倫怎樣變都好 我都不會影響到我的 好了 現在情況就是怎樣 A1 去到B3 B3 又是哈佬 如果我將它抄去A2 會有些甚麼事情發生呢 你會見到 條式 都仍然是 淺 B 淺3 好像 鎖住了 如果我用了 淺去放在前面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 不會更改的 不會因為我 抄去其他地方而更改的 這個就是一個 叫絕對的儲存格 絕對儲存格參照 同學你一定要留心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考試都忘記加過錢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會用回 很少我們會做 去到 加回 錢 很多時候會漏的 而記住 另一件事就是 當我加了錢 在這裏的時候 我無論抄去哪裏都好 儲存格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相對地簡單 我們就叫絕對的儲存格參照 好了 到最後 就是一個叫混合 混合又為甚麼呢 甚麼叫混合呢 剛才剛才說的樣子 你就都見過了 好了 我先寫 例子 A1 現在我的色號是 等於 B 淺衣 淺衣是Hello 好了 我們看看 第一看 如果我們把 這個A1 抄過去A2 Sorry 抄過去A2 A1抄過去A2 相對地 沒有淺Lock 所以 我是退過一格的 現在A2退過一格 沒問題 好了 大物金雖一都是B 但是因為淺衣的關係 我已經Lock死了一個3 所以其實我不需要再想任何事 加淺衣 所以如果我把A1抄去A2 你會發覺 都是 變回淺B淺衣的 所以跟剛才絕對 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留意 如果我今次抄去B1 好了 剛才說了 我們由A到B退一格 現在我由B1 我要退一格 就去到C 淺衣 Lock住了沒辦法 所以繼續寫淺衣 你就會發覺 如果這一刻來說 我將A1抄過去B1的時候 公式就因為相對的關係 混合的關係 所以就會改變了做C3 一般來說我們考試 其實主要都會考一個 普通我們的 相對和絕對多些 混合就少些機會考 好了 今天我們講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試算表 第二樣東西 提一提大家 我們在輸入公式之前 是要加等於的 如果你就這樣在儲存格打 A1 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東西的 那你一定是要打等於A1 他才會當作是一個公式來的 所以等於一個很重要的符號 然後我們學了三個儲存格參照 相對 樣子 好像這個這樣的 沒有錢的 絕對 英文和數字前面都會有錢 然後 去到 混合 就是 要是前面有錢 要是數字前面有錢 要是英文字前面有錢 要是數字前面有錢 而這個效果 希望同學都想到的 亦都做到的 今天我們請同學 處理了Google Form 餘下的MC問題 然後我們明天 就會開始 去到一個很重要的 範疇 一個叫做 鹹數 Function 範疇 我們明天 再去到 給大家看一看 OK 今天就到這裡 那麼多 如果同學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Google Form下 填 我是會解答的 或者在WhatsApp Group 也跟我說回 好,今天這堂就去到這裡